各位朋友啊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 纽约市的官方讲解员王尹 这两天呢 纽约市的气温在持续上升 久违的春天呢 终于就是要接近我们的纽约市了 昨天呢 我和我的朋友们呢 就到了这个纽约市迈哈顿 咱们说靠近这个 中下城唐人街的 这个美国纽约市的 这个最高法院来参加呢 就是说呢 看这个董王老特 去这个法院里面 接受这个指控 当然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结果了 法院呢 指控了老特呢 将近有34条重罪 如果判刑呢 就说要判136年左右 在这个场外呢 大家也看到我拍的这个照片呢 有支持董王的 当然又不支持董王的 另外呢 董王呢 昨天呢 就是说呢 来到法院呢 就是说呢 来的呢 也非常的隐蔽啊 走的呢 也非常的隐蔽啊 咱们今天啊 就是跟大家呢 咱们聊一聊啊 昨天发生的这些事啊 我们昨天呢 大概呢 是10点多一点 我和我朋友 我们都住在这个长岛啊 然后呢 我开车到我长岛 他朋友 因为我是住在长岛的 这个道格拉斯顿 他们家是住在这个成功湖 那我就开车到成功湖 找他们去 呃 成功湖呢 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富人去了 但是他那边呢 有一个这个巴士车 可以呢 直接呢 从成功湖 坐到麦哈顿 我们呢 就坐那个车 非常舒服啊 我们早饭呢 都吃好了 喝好了 上到厕所 坐着这个巴士车呢 大概一个半钟头啊 反正在车上坐着就玩手机呗 看风景呗 然后就到了啊 到了之后呢 换了一个地铁 那在那个city hall啊 大概12点40左右 到了这一块 那 然后呢 就看这边是人山人海了啊 咱们说昨天呢 这个老特呢 就是匆匆忙忙的 象征性的呢 给媒体呢 挥了一个手啊 然后就上车就走了啊 今天就跟大家呢 聊一聊为什么呢 说这个董王呢 不和这个粉丝合影啊 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原因 并且呢 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呢 我和我的朋友 昨天的一些精彩的遭遇 希望大家喜欢啊 呃 在我昨天的这个油管上呢 有这么一期视频 就是见证历史啊 我们有一个研究历史的 这么一个人啊 那我说是这个 林肯上仙复活了 就是老特横刀向天笑 林肯上仙 互懂王 您如果喜欢看这期节目的呢 您也可以到油管呢 去我频道里看 好 说回正题啊 这就是昨天了啊 这个地方 这儿呢 就是这个老特呢 就是说要去的那个法院 就在这一块啊 呃 老特呢 当时是从这个他的家 然后走这个FDR大道 FDR大道呢 是我曼哈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 他从这个FDR大道下来之后呢 就转进了呢 这个叫Hogan的这么一个小街 啊 这条街非常的窄啊 这个呢 是这个咱们说的死那个大楼了 其实这个地儿啊 我在啊 就是上个礼拜六 也就是4月1号 就来这儿踩过脸啊 把这边的情况呢 都摸了一遍 所以专业导游呢 就有这个好处啊 他会找到呢 最舒服 最安静啊 也是最容易拍摄的地方来进行工作 咱们接着说 昨天啊 很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官媒体啊 还有这个自媒体啊 就都是在这一块啊 在这一块呢 安营眨寨 在这儿呢 就拍 我其实啊 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白人大姐 那个白人大姐呢 她是一个大的一个广播公司的一个助理 她跟我说 她说你要不要那个 那个PASS 就是那个通行证 她说我可以帮你搞到一两个 你们可以进到那个记者的 那个report 在那个县里去 我说谢谢你 我说我不要 我说我说为什么不要呢 你们听我接着往下讲 你们就知道了 咱们说老特呢 咱们说呢 他从他家里出来 到法院呢 并不是说像媒体报纸说 它是两点十五 两点十五是他必须得到 但是其实他一点多呀 他就到了 老特的车队呢 咱们说到了之后呢 就是顺着这条路啊 就这么就这么一圈啊 来的时候也从这儿进来 从这个Hogan进来 早的时候也从这个Hogan出去的 这边呢就是唐人街了啊 在他后面呢 有一个雕塑 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的雕塑啊 这个是哥伦布公园啊 咱们说呢 这个呢 就是昨天呢 就是老特呢 其实就是呢 从他家到这一块 就是在这儿 呃 大概呢 一点半左右呢 老特呢 就进去了啊 进去之后呢 像我昨天视频说的 我们呢 差不多呢 看他进去了 我们呢 就走了 因为我在哪呢 我呢 其实是在这个公园 这个公园里面有坐的地方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哎 大概呢 老特进去之后呢 我们呢 也就是呢 以后我昨天说的 要给俩白人哥们呢 买这个汉堡 顺便呢 我们也要呢 进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那就是吃弄饭啊 其实这个地儿呢 离那个唐人街特别的近 你从拉法业街呢 出来啊 你从拉法业街出来 直接走走到康奈尔街 我们呢 就去了当地一家 非常著名的 这个餐厅就餐 吃我们的中午饭 本来呢 是想吃公报鸡丁 但是呢 由于我这几个朋友呢 都是南方人 啊 想吃这个粉了啊 我说吃粉好啊 这儿就有一家啊 这家泰山呢 这个越南粉呢 是整个唐人街范围之内 最好的一家 越南粉的啊 这么一个地方 于是我们干脆 就去吃牛肉和粉 走路呢 也就是12 13分钟 我们就到了 啊 我们不会 我后来进去吃饭 啊 我们呢 就是一块聊 我那朋友就问我 他说怎么不在 待着接着拍啊 我说你看 还有我一朋友说 说说那个 那个Tracy说 要给你那个pass 他说你也不要 他说你看人家都能进去 我说 说不 我们进不去 我说那你就不清楚了 我说Tracy给我们那个pass 我们进去 我们就给锁 在那什么的 我说就跟中国古代 那一刑法叫战龙 啊 就这时候给 给给给 哥哥这个笼子里站 一站好几天 动都动不了 呃 那还那还不如一刀 沙子枪呢 是不是 在这里面好多拍摄的记者啊 我跟你们说啊 真的是 就跟着受这战龙似的 特别早就来了 来了呢 就得等这老特 啊 没想到这老特呢 就就是怎么着呢 老特选了 你有张良记 我有上墙梯 人家老特 人家呢 就是说钻这小街进去了 那这帮记者 只能在这守株待兔 你看那穿的那个 咱们说呢 这个西服革履的 那个男士啊 那个金发碧眼的 这个美女主播啊 都在那跳手一半 还有一些呢 这个华人的up主啊 因为我们从公园里 能看见他们 看他们是在那晃啦晃去 你只要进去了 里面也没得上厕所啊 甚至我跟你们说 你别说吃中午饭了 你能吃着一俩鸡蛋 吃着一俩窝头 那就这个就够不错了 除非你出去 可是你出去 你这地儿就让别人站了 所以说呢 只能在那死扛 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到那边呢 我们有点他们的几个招牌菜 包括虾卷 一盐一个粉啊 还有别的菜 尤其是他们家的海鲜炒特别好 海鲜两面黄 我们都在吃 我们在那边呢 连吃饭连坐着呢 大概是 一个多钟头 两点五十不到 我们呢 差不多就出去了 三点钟回去的 三点钟就回去的 回到公园里呢 边上还有坐 我们就坐那块了 正好呢 有人呢 牵着小狗 你看这小狗呢 就特别的惬意 我就跟我那些朋友说啊 我说 你们知道吗 有的时候啊 我说这个人呢 他还不如条狗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坐那就聊天 那边看 因为我们有那高价的摄像器 就是说呢 老特要出来呢 也能拍得到老特啊 不一定飞到记者 他那个炸在里面 出头出不去的那种 我们很自由 我们坐那聊天 看这小狗 这小狗还特乖 你知道吗 他不动啊 我说啊 真是跟那个星爷啊 他那句话说的是啊 说啊 这个人呢 有时候像条狗啊 所以你看到当时呢 这些就是摄摄影的呀 摄像的呀 你看都得 捧高爬低的呀 你看看 啊 这这这 可是这老特是 左等也不出来 右等也不出来 你更别说那些 小的up主 自媒体up主 我说 后来我说 我跟朋友 我们坐那冲儿的时候 我说让你们 爬那架子用我们看有几个中国的人 华人的就比较流行 那几个up主 在那上面上高爬梯 跟那猴似的 你知道吗 一会儿蹿上来 一会儿蹿上去 我说你们先想那样 我跟你朋友 我说你看到那里面 我说 恨不得都没准裤子里 都带着那尿不湿的 你知道吗 这是没接上课锁去 我说好家伙 腐哈哈的 你说 真是人家那歌谣里唱啊 一点睡觉四点体啊 阎王夸他好身体啊 真的是这个啊 一点睡觉六点起啊 黑白无常在一起啊 你想想早上四点钟就起来 然后登登登跑到这城 藏人街 七点多 然后在这儿再等 最后老特是三点多四点走的 然后就拍拍了一秒 两秒三秒钟 老特象征性的一挥肘 就跟朱自清写的那个背影一样 他来了 他又去了 景色匆匆 我说那你有 你说有什么 你说有什么的 我说呢 这就得说了 为什么是老特这么 就是匆匆离去 也没和粉丝呢 就是说合影 因为对于老特来说 你们也知道 老特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出风头 这么一个人 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媒体人 所以说和这个粉丝合影啊 什么的 搞事情啊 他是很会弄的 可这次为什么不弄呢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你想想你到那边打官司去 不管是人家告你 还是你告诉人家 终归结底 他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老特来说呢 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特求特催的事 所以他不愿意跟这帮吃瓜群众的 让你幸灾乐祸去 所以也就是那么一挥挥手 就走了 所以我就经常说啊 我说老特啊 你不要看他干过四年的这总统 但他也是一个美国人 而且我昨天到后来呢 跟我那些朋友呢 我们要去画廊 我路上就跟他们说 我说今天我们能拍到 就是那个历史学者 他假扮成这个亚伯拉罕林肯 我说拍到他 你拍一百个老特 你拍一年老特 都珍贵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呢 老特特朗普总王呢 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 但是共和党的第一任总统啊 是亚伯拉罕林肯 你这个位呢 就是模仿林肯 你比如说他模仿 还真的很像 尤其他脸是酷似林肯 而且你看这个 他专门留的这个 林肯的这个胡子 他人也消瘦 当然林肯真正可能脸 还要比他长一点 但他非常非常像 他又是一个历史学者 我们俩呢 就聊了半天 所以呢 就是呢 他也是说 他说呢 总统呢 就像呢 或者说当权者呢 就像一面镜子 他这个镜子呢 是反射这个社会 是反射呢 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阶级 是反映这些人的 这些人组成的社会 才会反映一个时代 我觉得他这句话 说的特别的对 一个总统在他的任上 他就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来的是 这个社会的摆态形象 所以我说呢 能拍到他 能拍到亚伯拉罕林肯 其实呢 比拍川普要好的太多 因为好歹呢 共和党是 咱们说林肯 发现发掘起来的 而且呢 林肯呢 是有很积极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呢 在1863年呢 林肯总统呢 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时候呢 到了这个格里斯堡 并且发表了 非常著名的格里斯堡演说 对吧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都要求呢 会用英文背诵 这个格里斯堡演说 现在呢 还能朗朗的上口 咱们说呢 这个就是咱们的 这个中文的翻译 像这个林肯在开头说 87年前 我们的先辈 在这个大陆上 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新的共和国 这样子的话 但是这篇演讲呢 非常的短 但是是林肯呢 可以说最精华的演讲之一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这一部分了 不让死者白白牺牲 要呢 摄取更多的现身精神 另外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林肯所说的三民主义 大家可能也知道 后来孙中山呢 在这个美国看到了 就是包括讲就是林肯格里斯堡演说的这些的新闻 于是呢 他就是诞生出了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呢 是一种理念 也就是说 作为人民的人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本身 你这个镜子是怎么反映这些人的生活 而你这个镜子 这个总统他在位置上 他做出来的这些事情 就一定会造成两种情况 那什么情况呢 就川普而言 老特而言 就会有专门挺他的 也有反对他的 所以你看这是挺老特的人 咱们对人家挺和不挺 我不做这个意见 只是给大家放这个事实 咱们说呢 也有呢 跟这个川普呢 是唱反调的 那其中呢 当然了这一位呢 是这个 咱们说呢 我们麦哈顿的一个传奇人物啊 牛仔哥 牛仔哥靠着自己一身健美的肌肉啊 又呢 不管是冰天啊 冰天鼠地啊 还是这个烈日炎炎 咱们说呢 牛仔哥呢 都会出现在麦哈顿的时代王场 不过这次呢 他是来到了这个法院的前面啊 咱们说 不管是挺川和反川的人 他们才是这个真正的 咱们说这个媒体应该关注的对象 老特这面镜子 所反映出现的这些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啊 正是呢 整个这个社会应该去面对的 不管美国说是分裂 还是说呢 融合啊 其实取决的是这些百姓 而不是他一个总统 而林肯总统在他的格力四报演讲上 已经把这层关系 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说呢 其实在昨天呢 就是老特去法院的这件事情 美国的这些前来参加的老百姓 他们应该才是主角 他们呢 才是应该是被这个聚光灯啊 就是说聚焦的人物 所以你看到更多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呢 和就是真正人家美国就是说懂这方面的就是自媒体 人家呢都是来采访的这些底层的人啊 来采访的这些社会上的人 无论他们持有的观点是什么啊 而不是呢 就紧抓住老特这么一个人啊 所以我就是说呢 最后呢 我跟我朋友说 我说这个广场边上有很多的树 我说如果一个树在一年的时间里 它如果就只长一片叶子 你觉得这棵树它正常吗 它肯定不正常啊 一棵树一年才长一片叶子 哪怕这是金枝玉叶 也有人说这不正常啊 所以呢 尽管昨天很多是广大的媒体呢 就是说呢 虽然来拍摄就是老特的这件事 但是很多的主流媒体和懂美国文化和美国的社会的这些自媒体 包括我 我们呢 是要呢 把这个就是作为总统老特 他执政四年的这个镜子 所反映出来的现今的美国的 就是说百姓的这种呢 就是说对待他的态度 作为呢 真正应该拍摄的这个主题对象 而不是老特他一个人 老特只是树上的这一棵叶子 而这个树是整个美国社会的每一个人 这也是呢 我们将来下期节目呢 为大家呢 带来呢 体验他们每一个人 这天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他们对老特是产生什么样的意见啊 好了 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呢 就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呢 下期节目呢 咱们再见 好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